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 面包超人要带这些小伙伴一起去爬山呢 我们出发吧 熊大和熊儿一上车就睡着了 噗噗 噗噗 啊,不好了,前面来了一只恐龙 它们没办法前进了 又来了一只 太可怕了 恐龙朝小猪佩奇瞧至它们走了过来 噗,它咬住了小猪佩奇 这可怎么办呀 面包超人说,看我的 嘿 哈哈,这样子就打倒了 恐龙又站了起来 咬啊咬 把面包超人给咬伤了 噢噢 Salve 笛伙奥特曼来了 恐龙咬了半天 也咬不动 迪迦说 那就到我了 哈哈 迪迦奥特曼把恐龙打倒了 他拿出了一个牢笼 他要把恐龙关到笼子里 这样子他就不会再出来 伤害其他人了 恐龙被成功地关到笼子里了 还有一只恐龙 劫的奥特曼来收拾他 他的拳头一挥 恐龙就倒下了 这只恐龙也被关到笼子里了 哈哈 这样子 他们就不能再出来了 为了感谢奥特曼救了他们 他们把好吃的拿出来分享 这是宠物小精灵的食丸 里面有饼干还有卡片 是微化饼干的 中间好像有巧克力夹心 我们看这张小卡片 都有哪些精灵宝贝呢 认识他们的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是一张闪光的卡片 这个宠物精灵是一只咆哮的老虎 是伙伴喵的一个进化 我们再来看这一包 这上面画的宠物精灵和刚才那一包不一样呢 也是一片巧克力夹心的微化饼干 这张卡片的背后是一头牛呢 正面这个精灵宝贝是有着长长翅膀的小海鸥 它叫长翅鸥 嘴巴好长呀 那我们就获得了两张精灵宝贝的卡片 里家的肚子咕咕咕的叫 把饼干吃了 甜甜肚子 哇里面好多巧克力呀 嗯好好吃的微化饼干 全部都吃完了 味道太棒了 捷得奥特曼肚子也饿了 试试这个饼干怎么样呢 哇太美味了 他也把饼干全都吃掉了 里面的巧克力夹心真好吃 哈喽他们要重新出发了 那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玩具故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